好 說到這個菜價呢 從過年前就一路跪到元宵節 董良署之前才說呢 到了元宵節之後 菜價就會回穩 不過但一直到現在呢 有部分的菜價才稍微回跌 不過還是有一些青菜很貴 像是青蔥的價格狂飆 突破了美金一百塊錢 還有高麗菜呢 都維持在高檔 大聲吆喝 菜價等了好久 葉菜類終於回跌 民眾出手不猶豫 俐落結帳 只是這波漲價潮 從過完年後一直狂吹 到三月初才真的有感降價 讓小老百姓哀得好苦 這麼多年來沒有這麼久過 以前大概元宵過以後 菜就降下來了 過年剛過的時候 一斤好像很貴 之前還有五六十塊 六七十塊 現在是三十幾 受到含害影響 蔬菜產量大減影響價格 比起去年同期青蔥 單日進貨五十一噸 今年只剩大約一半 價格更狂漲突破 美金一百元 高麗菜也維持在高檔價格 去年進貨量一天就有三百七十四噸 今年少了三成 一斤從七塊漲到四十一塊 受到生長受到影響 那我們預估整個高麗菜 應該是會在三月下旬之後 慢慢慢慢會量會逐漸會增加出來 不過好在蔬菜的總平均價格 都在慢慢回問 光是前後兩天價差就很明顯 像是菠菜美金便宜十元 青江菜從美金三十元 跌到二十三元 大陸賣也同樣降到二十八元 地瓜葉也回到正常水準 美金四十元 平均看來回跌兩成 同一時間的話菜都漲出來了 同一時間採收的話 它的量衝出來 市場上需求量也沒那麼多 價格一定會慘跌 天氣逐境轉好 就怕產量一下大增 導致價格爆起之後 可能再暴跌 雖然高菜價惡夢能夠終結 但是主管機關不拿出手段 穩住價格 菜價波動恐怕會造成 人心惶惶 雨天TV 謝宇晴李宣 台報道 8時 雨天 雨天